《杜月生》 他不仅仅是上海滩的黑帮大佬,当时他在整个中国的地位都是可见一斑的。 杜月生在早以前就是一个社会上的小混混,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到了上海生活,他小的时候父母双王,是舅舅把他带大的,所以他很小的时候就懂得了很多东西。 在上海的时候,从一个水果贩子做起,做到了后来的地位。 在近代的时候,社会动荡不安,日本鬼子入侵我国,也给我国带来了很大的伤亡。 当时中国可以说是一片混乱,到处都是混乱的,但就是这样的局势,杜月生却很好地把握住,把自己的青帮发展得很不错。 后来日本投降了之后,国共两党的关系,就一直非常有尴尬,可以说是战争。 一触即发,在解放战争开始之后,国民党更是连连败退,国军一路势逐破竹,解放了很多地区,最后国民党败退台湾。 当时杜月生就受到了老奖的邀请,跟着国民党一起到台湾,但是当时我党也邀请了他,他谁都不愿意得罪,也因为自己的一些原因,所以选择谁都不站边,他带着自己的家人到了香港去生活。 展开全文杜月生到了香港之后,他也生活得不是很好,还生了重病,虽然国共两党也在拉拢他,但他都拒绝了。 最后在1951年的时候去世,传奇人物杜月生一生也就只活了60多岁,他去世的消息一出,震惊了很多人。 他一生也娶了五个老婆,其中孟小冬是最出名的,子女本是唱京剧的,在京剧界也很有名气,被人称为东皇,因为杜月生爱听京剧,经常去听京剧,就看上了孟小冬,他比杜月生还要小20岁。 一开始,孟小冬拒绝了杜月生的求婚,但后来,因为杜的坚持,孟小冬就嫁给了杜月生,只是两个人结婚没多久,杜就因病失事。 在杜月生去世的时候,他已经没有多少家产了,留了十几万美金,给大家分了一些,但这些钱平均到个人手里,其实也没有多少。 值得一说的是,当初杜月生手里有很多欠条,都是一些朋友问他借的钱,多的有几十根金条,但他在临终前全都销毁了,不让自己的后代去要债。 孟小冬也拿了一份钱,然后一个人生活,他教学生们唱戏,日子勉强过得去,一辈子也就以此为生,在十几年后,他也因病去世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